海贼王结局的巨大战争到底是什么 红土大陆最后会完全崩溃 大家好,我是猪要本 海贼王1115话 贝加坎克又又又提到了那个关键词 巨大战争 还记得白虎子临死前说过的话吗 总有一天会有一场席卷世界的巨大战争 令战国和海军无比恐慌 当大秘宝玩屁死被发现时 世界将会天翻地覆 白虎子不是预言家 也没有到过拉夫德路 但他知道敌人秘密 也知道这场巨大战争 原因就在于 罗杰在下船后 曾经见过白虎子一面 并说出了部分真相 另一个四皇 白兽之王凯老师 首次登场时 就喊了一句霸气十足的台词 这无聊透顶的世界毁了最好 来发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吧 凯老师一直想要创造一个暴力事件 而他所知道的秘密 则是来自路纳里亚族幸存者的禁 这一族人同样流传着乔伊波伊的传说 在之后 罗杰回忆片中 我们看到了玉田临死前留给石夫人的话 预告了距今二十多年以后 将会掀起一场能够将大海一分为二的巨大战争 这里又加了一个新的形容 将大海一分为二 以伟田的风格 一分为二和巨大战争 很可能都不只是停留在抽象行义 而是切切实实与战争的样貌有关 巨大战争指的是巨人族 海王类 巷族 古代机器人 这类拥有庞大体型的巨大战力参战 那么大海一分为二 很可能就是战争 会对整个世界的地理产生的重大影响 目前的大海已经被红土道路隔成两半 还要再怎么一分为二呢 答案也许又回到了 陆陆西亚王国的事件中 当时岛屿被阴谋毁灭后 留下了一个无法被海水填补的漏洞 如果说这个海底瀑布变成了条状 是不是就能把大海一分为二了呢 而目前世界上条状的陆地 尤且仅有红土大陆 也就是说 如果红土大陆被完全毁灭 就有可能变成陆陆西亚那样 一条深不见底的超级海底瀑布 看起来就像大海被一分为二了 同时 因为红土大陆消失 高高在上的贵族也就不存在了 平等的象征意义巨大 可能就是结局的其中一环 按照贝加坎克的说法 这场巨大战争一直没有结束 只是因为在超级波伊失败时 三大古代兵器 以不同方式进入沉睡 但他们再次被唤醒时 世界就要沉入海底了 以母猴老星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一直在为战争准备着 无论是搬迁到红土大陆 建立强大的海军 还是修建远离海面的桥梁 又或是持续百年的人类巨大化实验 本质上来说 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战力 并防备下一场沉默的到来 在陆路西亚王国被毁灭前 我老星就说了一句关键台词 如果能自如的运用那股力量 就能终结这场漫长的战斗 这句话似乎暗示了 毁灭陆路西亚王国的力量 其实并不属于他们 如果没有被加坎克发明出了母猴种 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这股力量 我们在1113话的分析里 曾经认为这是古代王国遗留下来的机器 后来被一母获得 即古代王国的科技之巅峰 是一台为了摧毁红毒大陆 而准备的破壁机 摧毁一座岛屿更是不在画像 而围绕破坏红毒大陆这个行动 也许就是那场巨大战争的导火索 这还得从乔伊波伊被称为第一个海贼说起 这个称号证明他出海冒险过 从后来的故事来看 乔伊波伊在冒险中 结识了许多国家和伙伴 那应该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 并且他最后把这段经历 都写在了历史证文中 放在了拉夫德陆 罗杰看完他的冒险后 才会感叹 想和乔伊波伊身在同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千年前的世界 应该大部分还是海洋 因为过去月球人把这里称为蓝色星球 只不过和现在相比 大海上还风波着数块大陆 感觉可能更像现实中的地球 而这也意味着 900年前的伟大航路是不存在的 因为如果现在伟大航路上的这些岛屿 都是过去大陆的碎片 那就说明他们 当时很可能属于某几块陆地 不会是畅通无阻的 刚好环绕世界一圈的一条航路 那么航海在当时 应该也是一件危险的行为 大陆与大陆间相隔甚远 交流闭塞 人类并不知道世界的全貌 而难以愉悦的红土大陆 更是把世界分割成了两半 不同大陆之间 包括红土大陆两边 发展程度很可能是不同的 航海家们不断出海探索未知的大陆 对人类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带来了战争与和平两种影响 既出境了世界各国的交流融合 也导致了为了争夺资源 爆发了战争 毕加旁克说自己并不清楚 九百年前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 无法用善恶去评判动机 但认为那是两种思想的碰撞 如果说一母代表的是歧视 乔一波一代表的就是平等 两种思想主导的世界截然不同 当然也无法共存 也许在乔一波一眼中 红土大陆就是阻碍世界平等发展的巨大主案 需要用某种方式将它毁掉 而在一母眼中 红土大陆的存在在世界产生了隔阂 利用这种差距能更好的主宰世界 最后 乔一波一试图破坏红土大陆的行动 成为了一母联合其他国家的理由 一个能够破坏红土大陆的力量 当然也可以征服世界 以此为借口发起了战争 这也许能解释 为什么连阿拉巴斯坦的莉莉女王 都加入到了联军中 莉莉女王一开始相信了一母 后来又反抗了一母 成为了一母的敌人 说明她最后拾破了一母的野心和阴谋 这一点还可以从虚公王座的设定来验证 她表面上象征的各国国王平等 没有独裁 然而实际上 最后掌控了世界的人 就是一母 所以一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一场阴谋 她挑起了20个国家 与古代王国之间的战争 而为了对抗乔一波一 和她背后强大的古代王国 一母这边的联军 也需要能够与之匹迪的力量 于是古代兵器 就成为主导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 他们既是一种兵器 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如何使用才是关键 三大古代兵器中 海王是人鱼公主 白星小时候 在没有人引导时 很容易在情绪崩溃时 力量失控 而且还有一波一 可以引导这股力量 冥王是一艘战舰 那么决定这艘战舰 如何行动的 当然是掌舵的人 冥王的强大 据说可以一炮毁灭一座岛屿 既然是战舰 也就意味着 过去将它打造出来 就是为了战争 但公家们建造出冥王后 害怕这股力量失控 还保留了冥王的图字 为了以后冥王 不慎落到危险的小人手中时 可以造出另外一股力量来抗衡 从海王和冥王这两个例子来看 古代兵器是存在失控风险的 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 得到这些力量 就有可能带来世界毁灭 所以他们都带了一些限制条件 持续百年的巨大战争 古代兵器也许曾在 不同势力间争夺过 在这个过程中 古代兵器被错误发动 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 很可能与项主放下的 那个错误有关 后来海平面上升了200米 其背后很可能是数块道路 被完全毁灭造成的 而古代王国就在其中一块道路上 最后他的碎片沉入海底 成为后来的最后小岛拉夫德路 古代王国最核心的文明遗产 被藏在那里 得到那股力量的人 将拥有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 但是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 不同的人答案也许会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雷利 当时没有告诉罗宾真相的原因 没错 说完古代兵器 能带来世界毁灭的结果 但这股力量也能被利用起来 以冰王为例 如果这次战舰只能带来毁灭世界的结果 那么当年乔伊波伊应该尽全力将它摧毁 而不是将它藏在合作国地下 这既是一种限制 也是一种保护 乔伊波伊把古代兵器的线索 刻在历史真文上 从目的来说 就是为了让后人能找到他们 到达最终小岛的人 会得知世界的真相 同时也完全明白了 古代兵器的力量和位置 它将会有三个选择 一 利用古代兵器征服世界 二 傻也不干就当无事发生 三 用古代兵器的力量 去重塑世界 假设当年乔伊波伊的目标 是完全摧毁红土大陆 那么这必然带来海平面的上升 让世界沉没 可是古代兵器的力量 是不是可以抵消这种影响呢 目前的无风带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风寒海流的海域 还聚集着大量海王类 如果说海王类 听从海王的趋势 那么这种能够改变天后的力量 会不会与天王有关呢 无风带以及伟大航路 也许就是世界第一次沉没后 乔伊波伊用天王和海王的力量 缩绕出来的特殊地貌 而在破坏红土大陆时 如果能再次利用天王和海王 让红土大陆的两侧保护 是不是能够平息摧毁大陆时 产生的地震和海啸 三大古代兵器合力 移除红土大陆 同时五大航路两侧的无风带也消失了 四海彻底连成一片 最自由的世界就出现了 总的来说 目前的线索还比较少 可以期待一下 背加旁克的发挥 结局的样貌 真的清晰其安 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 1115号的细节伏笔分析啦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猪耀本 我们下期见